说起任嘉伦,他从体育运动员到演员,在当红的时候宣布了婚讯的消息,现在一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,那么任嘉伦都有哪些经历呢?下面让我们来深入了解一下,任嘉伦原名任国超1989年出生于山东青岛,9岁时,他参加了山东乒乓球队,开始了专业性的练习,当我们忙于学习的时候,他同样既要忙于学习,也要不断地加强乒乓球训练,在此期间,他也获得了一些乒乓球这方面的排名, 但是他在高中入考那年,因为他在最后一场比赛中遇到一些问题,所以就输了比赛,最终因为腰部受伤,结束了他的体育生涯,当我们16岁的时候,我们的生活已经初步设定了计调,但他的生活,却因为退役而重新开始,要重新选择学校,重新规划未来的人生,此后他就想着不干体育了,能专心研读考个大学什么的,跟家人商量后就去上了职高,就读于青岛外事服务学校,在这期间,他也学到了很高, 很多,如锻炼自己的沟通能力,上台的表达能力等,青岛外事服务学校毕业后任国超去机场做了地形,他在机场和航空公司工作了三年,在此期间他发现自己比较喜欢音乐和表演,所以他就自己抽时间去学习唱歌和练习舞蹈,并且在学校时他经常锻炼自己的沟通能力,和舞台表演能力,所以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的基础,他就鼓励自己打起精神来, 无论你的身边是多么的混乱,你都要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坚持,在演员梦这一件事上,周围的人都认为他在做一件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事情,同时认为他是在白日做梦,但他坚信他是可以的,所以对此他一直坚持不懈的努力,虽然没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,他总是相信他还没有开始被塑造,没有被雕刻,他一直告诉自己,没有捷径,也没有机遇, 只能靠自己不断的努力,来提升自己的能力和价值,2010年1月,任国超参加了,先生夺金,畅想亚运,而且以优异的成绩,获得了优秀亚运歌手称号,2011年他又相继参加了中韩造型选拔赛,并担任队长,但是已经25岁的任国超,还是放弃了唱跳歌手的道路,而选择了当演员,并在他26岁生日那天改名任佳伦,2014年结束海外学习,回国后就被选为古装局通天敌人情, 的男一号,对他来说简直是天上掉线笔,任佳伦突然觉得,自己的未来一片光明,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,但却因为公司的缘故,致使,空天敌人且,被推迟播出,他的演员梦也首次遇到了巨大的挑战,他的人生好像总比别人慢慢拍,他的成长之路也被别人坎坷,曲折许多,每次在他离成功只有一不知一时,总会有一些意外发生,任佳伦停的这一年里,不能去接戏,没有钱的他一天做一道菜吃两顿饭, 一天就这样被他打发了,他假装过得很好,不让家里人担心,就算是在这样的人生低谷中,聂欢还是不离不弃,一直陪着任佳伦,幸运的是第二年,他去试敬大堂荣耀的角色,因为他准备得充分,态度积极,导演非常欣赏他,就让他试敬男主,然后他就成为了男主角,为了抓住这个机会,任佳伦不敢去犯一点错误,功夫不负有心人,努力敬业的他也终于得到了英勇的回报,2017年任佳伦 和景田主演的古装剧《大堂荣耀》,首次播映,这位可歌可泣,英俊潇洒的广评网里出的饰演者任佳伦一夜成名,并获得最佳男主角奖,正当红时,却因为任佳伦大胆宣布,和聂欢的婚讯消息,导致人气下滑,迎来了短暂低谷期,他的演员梦想再次面临挑战,直到2019年底,由任佳伦和谭松韵主演的电视剧,锦衣之下,首播,在以此掀起热潮,任佳伦剧中饰演半时腹黑骨绝, 并装饰温润如玉的锦衣为陆语,演绎出色的任佳伦,再次成为观众心目中的朱砂质,2021年任佳伦和白鹿共同主演,周生如故,播出后也是爆火全网,周生辰这个角色被他演绎的痛快伶俐,一生只为西州百姓和徒儿十一,让人共惊难忘,观众的眼泪都要流尽了,播得云开见月明,现在任佳伦事业红红火火,得到了广大网友的支持和肯定,一家人生活的幸福美满,家人们为努力帅气, 为了梦想坚持不懈的任佳伦点赞吧